动漫中摸头沙自然是少不了的 无论是温馨的画面还是甜到爆炸 这样的狗粮可是被撒的不要不要的 我们简单的来说几个吧 比护龙又 灰原哀 我们都知道灰原哀是组织的背叛者 比护龙又是转会的球队的不忠者 所以灰原哀认为 自己和比护龙又处境类似 就粉上了他 希望自己也能够好好的勇敢的活下去 而这一个来自于比护龙又的摸头沙 那可是让我们的哀将心花怒放 你看到了哀将的闪闪发亮的眼神了吗 当妈 炮姐炮姐哭了 难得一见 而且这还不仅仅只是一个给炮姐的摸头沙 炮姐还提供了自己的吸诊 真的是温馨的一幕 羡慕杀旁人啊 其实吧 这一幕还是真的让人意犹未尽 毕竟炮姐很少会向他人展示脆弱的一面 而这也是当妈和炮姐 难得比较和谐的一幕吧 左田公也 小元慧离乡 这组摸头沙还是比较多的 到底是左田公也真心给的一个爱意的摸头沙 还是主人给狗狗揉顺毛泥 我是不知道 但是我可以肯定的是 真的左田公也开始对小元慧离乡 这个人无感 但是慢慢的 他也被小元慧离乡 所吸引了吧 青春侄旅这组CP也真的是女 尤其是男主马渊光的人设 有点太神 有点阴暗 甚至有点抑郁 或许他和双眼能够很早成为情侣 而家庭发生的事情改变了他 让他变得懦弱 这不凡摸头沙很多 有男给女 也有女给男的 狗娘撒的不要不要的